精彩生命之星星茶工坊 海里家族的小伙伴们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天地一片绿意盎然 满怀期待的 咱们600国际台和玉华老师一起 给大家不断地介绍新的小伙伴们 自从星星茶工坊的小朋友们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以来 他们的开心快乐与自信满满的样子 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几年前他们与茶结缘 在孟希老师的引导下 不断地进步提升 今天我们将和哪位小伙伴们见面呢 好 首先呢 我们一起走进600国际台 海里家族特别节目之 来自星星世界的你 今天和大家见面的 是我们的小学姐王威 Mary 有请Mary 哈喽 欢迎你们们 加拿大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王威 我的英文名字是Mary 我生活在中国北京 自从跟孟希老师学习西茶以后 我每天为爸爸妈妈泡茶 我一起锻炼身体 我为 我还送入文章 我喜欢唐诗 今天我为大家朗诵诗歌 是个名字 你因单纯而美丽 写给来自星星的孩子 你因单纯而美丽 你因单纯而美丽 写给来自星星的孩子 作者王毅 有时我会羡慕你像一样的孩子 羡慕你从小 我又想去灵犯你 有时我又想去灵犯你 因为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 他们都说 你是来自星星的孩子 我却不知你是来自哪个星系 看着你单纯而美丽 我又未感到万分的确信 确信你是上帝安静的天使 你拥有与他人不同的语意 你活在一个纯净的天地里 为自己而存在 就是你存在的意义 你因单纯而美丽 在漫长的岁 在漫长的童年里 来自星星的你 一定快乐无比 小朋友们好 Hello everyone 欢迎你们来到海黎家族 我是你们的小主播唐诗话 My name is 诗话 最近小朋友们 是不是都在家里 憋坏了 呆烦了 加拿大的冬天 寒冷漫长 疫情的原因 为了安全 很多好玩的地方都关闭了 然而 没有一个冬天 不会过去 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 春天的脚步 已经悄悄地走来 不信你看 山头一片雪已融 春风解开冰壳洞 你听 榴莲细叠十时舞 自在焦音 恰恰提 你们是不是 已经都感受到了 春天的气息呢 春假推迟了 小朋友们宅在家里 一定很无聊 春天在哪里 春天就在大自然里 其实我们住的福建 有很多公园可以踏春 我呢 就特别喜欢hiking 在公园里面 边走边拍 感受北美早春二月的景象 树林里有很多活跃的小动物 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 啄木鸟 啄木鸟在英文怎么说呢 叫woodpecker 英文对啄木鸟的描述 非常形象 woodpeckers have strong bills 这就是北美有名的黑猪木鸟 它头顶红冠 正所谓红韵当头 黑啄木鸟的英文叫做 pillited woodpecker 北美黑啄木鸟分布于 美国 加拿大 格林兰 百慕大群岛 还有墨西哥和中美洲之间的地带 你看它正在努力地找虫子吃 啄木的声音清脆响亮 啄木鸟被称为森林的安全卫视 它喜欢把脸往树上撞 这么做是为了用嘴捉开树皮 并用带刺的舌头 捕捉隐藏在树皮深处的害虫 知识点来了 第一 视频里的啄木鸟是此是熊呢 熊性的啄木鸟 眼睛下面那一撇是红色的 雌性是黑色的 第二 啄木鸟每天敲击树木 约五百到六百次 甚至可以达到一万两千次 原来 啄木鸟的头上至少有三层防震的装置 起到了消震的作用 它从来不会头痛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春天来了 正是小朋友们踏青游春的时候 注意戴好口罩哦 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关注海黎家族 我是小主播唐诗话 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黎家族 我是你们的小主播 Jessica杜雨薇 春天到了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春天 春天又称春季 是四季中的第一个季节 直立春直立夏期间 寒节季 立春 雨水 金折 春风 清明 古雨 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在北半球的公历为三到五月 而南半球如澳大利亚 则是九到十一月 而在气象学上 已连续五天 平均气温在十度以上 为春季的开始 春天气候温暖舒适 一年之际 在宇春 人们常说 春天是最美好的 充满着希望 万物生机薄薄 充满着活力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对春天 有更多了解啦 以上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Jessica 杜一薇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